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上次的话就可能有一些偏运动或者是偏一些设计感的吧 这次可能拍的就比较阳光有一些 然后有一些就比较暖一点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在我们至我们甜甜的小美满当中 这个戏已经杀青了对吧 然后我看到你朋友圈发了很多 就是好像跟女医有一些互动的 这样的一些情节的戏 那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 我会觉得说你还是比较暖暖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那在这个戏里边你还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吗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演出的经历 可以给我们提前剧透一下 因为这个他因为饰演的这个角色叫赵凡周 他是一个法医系的这么一个高材生 但是平时给人感觉就是挺冷的 但是遇到他自己喜欢的女生 他会不择手段的各种方式去追求 不择手段 可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打个引号的不择手段 反正就是各种方法吧 那这次我看到女一号是刘仁宇 他应该是第一次演戏吧 对吧 那他这个你算是算是老戏 应该也有 我不算 还好演了很多戏了 那他在演戏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新人演戏 其实我会发现有的时候 他可能会不是那么容易进入到 我认为可能不会进入到这样的角色 你们私下有讨论一些 比如说怎么让他 就带着他一块去演戏这样的一些经历吗 有因为我们这个戏其实筹备期还蛮长的 之前也见过 大家都见过几次面了 然后也给了我们一部分时间去围读 然后熟悉一下彼此的一些性格之类的 但是我的对手刘仁宇 他我觉得他适应的挺快的 对 他第一次演戏 我觉得也很投入 我觉得挺棒的 要给他点赞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 有趣的事是我们俩都比较喜欢健身 这我第一次听到 对 艺人之间喜欢健身 他挺拼的 然后在片场有时候 一有时间就要练练自己的舞 然后练得满头大汗 然后到最后我们导演都说他 你别跳得那么 猛 别练得那么猛 对 然后我呢就有时候会在现场练一练 做个俯卧城什么的 如果经常不练的话 那你俩会就在剧组里边直接就是 他让他助手搬一堆器械到现场 什么一家店什么的 然后你拿来两个视线上 那那倒没有 但我觉得其实有共同爱好 也是件挺有趣的事 对 大家都比较在这个分 这个健身这块都还比较努力吧 那现在当下有一个 你有一个剧叫看见味道的你 然后这个剧里边你演了一个 是一个品酒师这样的角色 那我想象当中 你是不太喜欢喝酒吧 应该 那演品酒师的品酒师应该是 那你要去训练自己喝酒 这样的一个剧情吗 其实 在接这个角色之前呢 我了解 他是一个专业的品酒师 然后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都是数一数二的这种 应该是很厉害的一个角色 那我跟他这一点还差的比较远 因为我 我也会喝酒 但是我不太喜欢喝酒 为什么 因为我喝不惯 然后就 除非朋友生日啊 或者同学聚会的时候 我要喝一点吧 你做过什么功课吗 比如说 跑到那个 家里附近的什么小酒吧 去观察那个调酒师 我上网查了一些 然后找一些老师 因为导演当时有帮我了解 去了解 然后观察这个红酒 到底应该怎么品 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那你在这个戏当中 就是还是那种比较暖蓝的形象吗 还是说这里边就是性情 跟你之前有一些很大的区别 其实我之前 因为你听到瓶酒师 其实我这个剧我现在还没有看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视频采访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基本上看完了 我会觉得瓶酒师应该就是酒保 好像看起来比较 渣男或者是比较那种很嬉皮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这个角色的话呢 他是品酒 但是他不训酒 基本上也自己在家里面也都喝 他自己做的那个叫苦瓜苏打那种水 然后他平时是不会喝酒的 他只是在需要比赛 或者是需要去品的时候 才会去研究一下 那你在里面其实是一个 就是我听起来是一个好像 比较对专业是有自己的一些方式和规矩的 那在情感部分呢 就是你还演了一个就是喜欢别人去追别人 还是是男追女还是女追男 其实这部戏倒不至于说是谁追谁 都是到了一定 因为你刚开始大家都是 互看不顺眼的那种 也算是冤家吧 然后到了接触 因为不得不接触之后 然后走过了一段感情之路 然后慢慢的熟悉彼此 欣赏彼此 然后最后再接受彼此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他跟之前的一些角色 还有一点不一样 那你看你演了这么多 跟爱情有关系的戏 扮演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暖男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或者男人的一个形象 那在生活当中 大家可能想说 那龚俊在生活当中 他的爱情观是什么样子的 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女生的样子 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想过 爱情 男人谈恋爱就代表失业是吗 没有 其实我这个人神经比较大条 就是有时候接触不到对方给我的信息 那我觉得爱情观的话 可能就简单吧 就喜欢简单一点的 随性一点的女生 然后但是要自主一点 最好是可爱一些 要好看吗 当然 要好看 把我给你总结了几个点 好看 自主 还得有自己 主见 还得可爱 还好吧 对 那你比如说 你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 那如果 有没有想过 真的如果在生活当中 你真的比如说谈恋爱了 你有想过公开这件事情吗 会啊 你会通知自己的经纪人吗 会啊 就是还是说自己突然间就宣布了 说我跟谁谈恋爱了 你应该先给团队说吧 然后大家再把这个事情告诉给粉丝们 那你看你的这个爱情观 是喜欢可爱的 有主见的 然后又有点好看 他这有点模糊 如果比如说让你去选一个 你之前演过的这个剧里面的女生 作为你的这个 另外一半的一个选择 你会选谁 下一个吧 下一个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龚俊这个下一个角色是谁 对 那也许那下一个再下一个 那我们就大家期待呗 大家拭目以待吧 好吧 那那个在你的演艺的事业当中 你接下来有些什么样自己的愿许吗 就是你看你演过剧 唱歌唱过了吗 还没有 唱过 唱过 然后电影有演过吗 有 有演过 那就你自己个人而言 就跑去团队啊 给到你的那个那个人设也好 什么也好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的愿望 接下来可能不用太久 比如说一年两年 你的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事业方面 最大的愿望那当然是一步一步成长 其实没给自己多大的目标 因为 就反正脚踏实地吧 因为我这个人呢 就比较喜欢一步一步的慢慢走 如果给自己定的目标太高 会有可能会给自己压力太大 我反正是会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 慢慢向前走的 加油 那你接下来的工作的这个安排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 戏或者什么有街道啊 什么之类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粉丝们 剧透一下 小小小的 呃 后面的工作安排 还是当然是先有作品有些 还是会 应该是马上就要进组了 然后拍摄下一个作品 但是 呃 具体是什么作品啊 大家可以关注 对 关注我就知道了 那我有看过你演古装戏 嗯 然后也看过你演那个现代戏 都有不同的扮想啊 那你自己而言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扮想 会比较多一点 如果是我自己而言的话 我可能还是喜欢现在洗多一点 因为古装 太累了 说实话是要比现代累一些 因为戴头套什么的 化妆也要要麻烦一些嘛 那你戴头套会掉头发吗 大家问一个问题 没 对 我去粉丝们问一下 龚俊 很认真的回答 拍古装的时候会掉头发吗 没有 还真的吗 我没掉哎 我就不过敏 因为古装的话 就还好是吧 但是古装会有点累 但是我听说他拍古装的话 那个发迹线会上扬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还好 还好 你现在拍的 你还年轻 还是三尺半 因为最零容的时候就三尺半 你会自己量一下 他们说的吗 三尺半 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 你看你平时作为一个艺人 大部分时间都在拍戏 甚至可能比如说 你戏要一个一个的这么拍 完全没有个人的时间 那你有没有自己作为公俊 这个个人的一些自己的爱好 你会或者去培养一下自己的爱好 我这个人爱好比较简单 然后 我比较平时没事的时候 健身打游戏 其实自己蛮想学的两个技能 一个或者是把它练好的 蛮想学英语和那个 还比较想学架子鼓 因为感觉蛮帅的 架子鼓 这个爱好 我第一次听说 以后有时间 我们俩已经很熟了 但是就是我第一次 在这么工作的场合知道 你是喜欢架子鼓的 对 因为我听的一些 我比较喜欢听一些有节奏的音乐 然后会不由自主的跟人家节拍 所以你会比如说找时间去找 这个比如说演艺行业 跟这个音乐有关系的 会架子鼓的人去学一下吗 还没有 因为我但是我问过 但是这段时间 也有原因是太忙了吧 在宣传期 然后希望以后有时间 有条件的话 把老师请过来 在剧组的时候 学一学 那你看你这个 我前两天看你那个发 你以前有发过那个自拍照 然后镜子里的 就没穿上衣的 但是很帅 很帅 身材很好 然后很多粉丝说 哇身材真好 还有那个就是冲浪 我觉得你好像跟家人去旅行去了 对对对 然后陪家人 然后我看你有发那个冲浪的照片 我还在下面留言 我说好危险 但其实这个都是跟运动相关的 那你平时除了比如说运动之外 还有一些别的保养自己的一些方法吗 保养自己的方法 对 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永远的这个年轻和帅气 面膜啊 我还买了那个之前我们组里面化妆师给我推荐那个什么灯 照的那个灯 照了之后就不长痘痘了 真的吗 真的照了吗 对我也给我朋友他们推荐 所以你就是躺着照吗 还是 不是 它是那个放在那儿斜的那个灯 就直接照 但是要喷什么喷喷物 然后保持保湿才行 那我觉得这个一会可以大家种草一下啊 然后可以那个去 是那个日本呢 对对对对 可以去你微博下面留言问到底他保持童言不老 出了运动之外还要照一个什么灯 完了这个灯要脱销了 那我不会 然后觉得如果别人看到你的话 你希望别人看到你的优点 如果是三个的话 你希望看到什么 我先说我的啊 我第一次认识龚俊的时候 他给我的印象是第一个非常的慎厚 第二个非常的等值 第三个冷幽默 就每次跟他对话都觉得 这个人好冷幽默 这是我看到的你 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话 你觉得如果一个新的朋友跟你认识之后 你希望他觉得你的三个优点是什么 我希望不能说是希望大家看到 我觉得是自己给大家展现的 我希望是真诚 第二个呢是努力吧 或者说是踏实 对 就是努力是一个踏实 还有真诚 我觉得真的跟有的艺人不太一样 因为我问过很多艺人 好多人都会说帅气 或者比如说英俊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都把这个都放在那些 那我就不说了 他们他们说过我就不说了 就还是比较耿直的 那你觉得 其实你现在出道的这个行 你是动画大学毕业的 对吧 那我是服装学员毕业的 那你说我们应该是 算是同系 都是跟设计有关系 对对对 你当时学的是表演还是模特专业 表演 表演专业 影视表演 影视表演专业 那你们都是这个 好像同学都是那种大长腿 对吧 我有看到你好有同学 之前还有参加比赛啊 唱歌啊 很好 那你们这样的一个专业就是 你有没有想过说 从这样的一个专业出来之后 同学长得都是那种模特身材很高 都会有种偶像的包袱啊 而且很多人会定义说 哎工训好像就是那种 比较偶像系的那一点 多一点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想过说自己的偶像包袱重吗 那我们分两个场景啊 就是首先我跟大家说 生活当中他绝对没有偶像包袱 对对对 因为我生活当中见过他 就是还挺严重一下下一次 但是工作的时候 你的这个包袱还是有点重的 对吗 会在哪一个部分呢 比如说出去活动的时候 那就板着吧 对啊 那不能那个太随意了 但生活中 我就是比较随意的那种 我觉得不用不想活得那么累 在生活里面 那如果比如说 让你去 在你的工作当中啊 形容你的这个偶像包袱重 你觉得哪一点 是可以证明这个重的 因为我知道 有艺人是要修一张照片 修四个小时活动照 然后还有的艺人 就可能比如说装发的头发 要比如说三个小时之类的 这没办法 因为我觉得你们做艺人 肯定就是要出现在 公众的面前 肯定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形象 对吧 但是那如果让你来觉得 你的那个点 偶像包袱重这个点 你会觉得哪一个点 是你在你身上的点 发型吧 发型 因为我自己头发 我自己抓不好 因为我之前也发过一条部落格 然后里面这个 我吹头要吹半个段 因为我自己真的吹爆 我头发是偏软的那种 不知道云涛哥哥 有什么可以推荐 我可以推荐给你 一个那个海源水 对 我头发也软 拍完了之后 它就自动就蓬松了 对 发型师又跟我用过 但我自己没用 下次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对对 我头发是那种偏软的 对 我看到好多艺人 现在都在 比如说 有在做什么淘宝直播呀 还有在 比如说自己做 录一些那个 比如说视频的 短视频之类的 那你有想过说 接下来 比如说参与到这样的一些 可以跟大家 特别直接分享 自己一些心得的 视频当中吗 可以啊 但是我的生活 就比较简单吧 稍微简单一些 有机会的话 跟大家分享吧 就拍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可以 那我知道你经常 会分享一些自己的剧 或者比如说 自己一些喜欢看的电影 那最近 你有没有特别想分享 给我们所有的 这个粉丝的一个 可以种草的剧 让大家追起来的剧 让大家追起来的剧 最近 那当然是我自己的剧 看见未表的你 在爱奇艺波 周四到周六 八点更新 希望大家多多多支持 多刷我的弹幕 对对 刷弹幕 我其实每次看的时候 我也会 也会偷偷的 然后发好多那个弹幕 我觉得好有趣 那马上是你这个 新的一岁的生日了 新的一岁可能 又长大了 成熟了 有很多经历了 那你希望你今年的生日愿望 是什么 我们节目特别利用 因为我们节目做的 我身边的人 有上热 上了无数遍的 而且愿望都实现了 有演警察成功的 演消防队员成功的 演各种奇怪角色 许愿成功的 来开始你的许愿环节 其实我的愿望比较简单 希望作品能得到 大家的认可 然后 热播剧 对对对 希望吧 就是 还是踏实一点 你不要 看得太高 有时候摔得很惨 一个朴实又憨厚的 来自于恭敬的 新的一年的生日愿望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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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